Jessica, 我前陣子在社交平台 看到一個網民說她用了34元 買了一份上湯浸山菜的外賣 打開盒子, 發現很少, 相當失望 這樣看又真是少了一點 看上去的圖一半都沒有 我也很明白客人的心情 畢竟34元也不是便宜 我覺得出去吃飯好吃就是基本的 最重要是吃得飽 所以份量多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的這間餐廳很適合你 今天帶大家來這間 流行經典30年人氣韓式燒肉店 真是陪著我戴的 無論是小時候和家人來 還是帶著朋友來 都覺得這裡的食物真的有很多選擇 我今天還會教大家幾個隱藏食法 我現在先拿東西吃 我剛才教大家幾個隱藏食法 我第一個想教大家做一杯黃牛的飲品 其實就是忌廉加芒果雪糕 首先把忌廉倒一半 不要倒得太沉 然後放這個雪糕 不過記得放進去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遇到這個汽水 很容易就會脹起身 那些泡沫就會寫 好像一杯奶色 它是甜甜的 有芒果味 又有忌廉味的奶色 喝完東西就可以開始燒肉了 這塊醃了有黑椒味的牛仔骨 吃不吃辣味 我覺得黑椒醃牛仔骨真的沒得受 味道很配合 肉質很軟、很嫩滑 平時煮的牛肉如果煮得太熟 會很韌 但我覺得我煮得太熟 現在是很暖之餘 我看到還有一點紅 這樣才是吃牛的最高境界 接著我們就吃牛蝕 這裡就是薄切牛蝕 通常薄切的牛蝕 就是牛蝕的前部分 因為它運動得比較多 所以它比較結實和彈牙 就是牛蝕的 很香 而且平時吃牛蝕 很容易會有一陣酥味 尤其是你有沒有吃過 在街邊的串燒 很容易用很多的醬 蓋過它的酥味 但這裡我沒有加任何醬 加了鹽和胡椒 但已經是吃到牛蝕 但沒有那種酥味 但我現在就要教大家 另一種隱藏吃法 就是菜包肉 要蘸辣醬 然後放一些蒜頭 蒜頭和蒜頭 剛才我看到這麼多肉 是很有罪咎感的 因為覺得很肥 但誰知加上這個菜後 整件事就覺得很新鮮 然後就吃這個肥牛 你看它的顏色 很新鮮 紅薄薄的 就是這樣的 牛汁真的在每口咬的過程中 牛汁都迫出來 來到第三個隱藏吃法 泡菜炒五花腩 先加了一些泡菜 然後就加蒜頭 多蒜… 最喜歡吃蒜 然後我們就加五花腩 很炸的聲音 好了,現在就可以加辣醬了 你看看,很棒 這個就像我們平時去韓國餐廳 吃完這裡的菜式 然後加白飯那種 看不見了 是否看到都流了口水 我覺得我挺喜歡吃五花腩 如果真的吃瘦肉 瘦肉,瘦的豬肉就太韌 但有一點肥膏在裡面,就很汁 很好吃 你們會否知道有抄我這樣做 真的太滿足了 我今天吃了很多東西 還有一些港式的食物 日式的食物 韓式的食物 不過記得下次一定要跟我 這個隱藏吃法來吃 原來我們以前經常吃的韓燒 有這麼多隱藏吃法 以前真的沒試過 現在知道就行了 我們下次一起去嘗嘗Karmini 介紹的食法 下集再見 再見